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7月下旬举行的法说会,全球高度关注。 摩根士丹利证券大摩,近日就在台积电法说前,释出最新报告,预测三大情境。 其中,情境二,预估台积电全年营收年增25%,晶圆涨价仍在协商中,发生几率达50%最高,预估股价可再涨1%。 大摩对台积电看法受到外界重视,该机构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家宏分析,情境一,发生几率20%。 估计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季增11%至15%,毛利率53%,全年营收年增26%至29%,晶圆价价格上涨。 在此情境下,台积电展现营收与获利的强劲增长。 确认AI晶片需求优于预期,并预示供给短缺,台积电股价将在上涨3%。 情境二,发生几率50%,估计第三季营收季增10%,毛利率52%,全年营收年增25%,晶圆价价格仍在协商中。 在此情况下,台积电保持稳定的成长与利润率,预期将激励股价上涨1%。 情境三,发生几率30%,预估第三季营收季增5%至9%,毛利率51%,全年营收年增21%至24%,晶圆价格上涨面临挑战。 而台积电因将面临成长缓慢与利润压力,估计股价将因此下跌5%。 詹家宏表示,情境二是目前的基本预期,且在三种情境中发生几率最高。 他解释,主因在于,预计AI半导体的需求会持续增长,且台积电的定价能力可能将维持至2025年。 在第二季财报预测上,大摩认为,第二季美元营收渴望优于预期。 根据内部数据预估,台积电将更新2024年全年营收指引以美元计算,估约年增25%。 另外,AI半导体需求的持续性及台积电晶圆价格的走势,将是两大关键焦点。 詹家宏表示,未来任何与其相关评论,都可能成为台积电和全球AI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催化剂。 詹家宏补充,台积电前景充满机遇及挑战。 在上行风险方面,台积电可能向大客户收取更高的代工费用, 使其毛利率长期维持在53%以上。 其次,AI半导体需求可能显著增长,而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代工市场中保持高市战率。 此外,英特尔可能在2025年至2026年间增加CPU外包订单,进一步推升台积电的业绩表现。 在下行风险上,第一,库存调整可能持续到2024年下半年,将影响台积电的短期业绩。 其次,先进制程技术的需求可能减弱海外晶圆厂成本的上升,也可能对台积电的利润率产生不利的影响。 与此同时,基此前,日本媒体爆料称,台积电发力擅出型面板机封装FOPLP技术之后,近日台湾媒体进一步报道称,台积电已就擅出型面板机封装正式成立FOPLP团队,在Pathfinding探索阶段,规划建立miniline试验线研发FOPLP技术。 资料显示,FOPLP是基于重新布线层RDL工艺,将晶片重新分布在大面板上进行互联的先进封装技术,能够将多个晶片、无元元件和互联集成在一个封装内。 FOPLP与传统封装方法相比,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、可扩展性和成本效益。 FOPLP采用大型矩形机板,替代传统圆形锡中介板,封装尺寸大,可提高面积利用率降低单位成本,弥补当下QoS先进封装产能不足的问题。 台积电在2016年就开发出了名为Info整合扇除型封装的FOWLP扇除型面板级封装技术,用于苹果iPhone7的A10处理器。 之后,封测厂便积极力推FOPLP方案,期望用更低生产成本吸引客户,但技术一直无法完全突破。 目前,终端应用仍停在成熟制程,如PMIC电源管理、IC等产品。 6月份,已有知情人士透露,台积电目前正在试验的矩形机板尺寸为510毫米乘以515毫米,可用面积是目前12英寸圆形晶圆的三倍多。 虽然该研究处于早期阶段,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商业化,但它代表了台积电的重大技术转变。 此前,台积电认为,使用矩形机板太具挑战性。 业内人士分析称,台积电FOPLP可想象呈举行Info,尺寸更大,成本更低,如何整合台积电3D Fabric平台技术,一样可以发展出2.5D 3D等先进封装,以供高阶产品应用服务。 可想象呈举行QoOS,产品锁定,BI GPU领域,客户则是辉达等大差。 如进展顺利,2026年至2027年获亮相。 而在台积电之前,英特尔、三星、AMD等都已经在积极地布局面板级封装技术以及玻璃基板技术。 据介绍,AMD的FOPLP技术的初期合作对象,为日月光头控,必成,终端应用或用在PC或游戏机晶片。 业界人士分析,过去PC、游戏机封装方式以FCDGA为主,新品有可能升级到QoOS等级。 由于这类消费性产品,成本敏感度高,晶片设计厂商积极寻求更具成本效益的先进封装解决方案,最快2027年可看到产品上市。 无论如何,台积电若将先进封装技术从Wafer Level晶圆级转换到Panel Level面板级, 鉴于目前的试验是采用510毫米乘以515毫米的矩形机板,未来可用面积将会是目前的12英寸晶圆的3.7倍多,矩形机板也将使得边缘留下的卫用面积减少。 展望未来,台积电现阶段囊括全球九成AI晶片代工订单,是研判AI实况的重要参考指标, 包括辉达、AMD、英特尔、高通、联发科及苹果等AI晶片设计和工厂,皆是台积电的客户。 台积电先前预期,今年在AI伺服器业绩倍增,营运渴望逐渐攀高, 全年美元营收将成长21%至26%,依应高效能运算HPC强劲需求。 台积电今年3奈米产能将增加3倍,2020年至2024年,先进制程产能复合成长率将约25%。 台积电今年将新建7座厂,在台湾有3座晶圆厂及2座先进封装厂,海外有2座晶圆厂。 其中,新竹晶圆20厂与高雄晶圆22厂是2奈米制程生产基地,从2022年开始兴建,预计2025年开始陆续生产。 台积电位于中科的先进封装测试5厂,在2023年兴建,预计2025年量产CoOS先进封装,位于嘉义的先进封装测试7厂,原先规划2026年量产SOIC及CoOS。 台积电预估CoOS先进封装产能年复合成长率超过60%。 总体来看,市场多数看好台积电,渴望释出正面讯息,预期台积电第三季业绩将延续成长趋势,计增超过一成水准,全年美元营收将成长上看26%。 台积电第三季渴望受惠苹果iPhone16处理器,即高通和联发科旗舰手机晶片订单易助,在人工智慧AI晶片高阶晶圆出货,预期成长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